欢迎收看大新闻大曝瓜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踴跃投票 今天的问题呢就是 这两天最大条 郑文灿涉贪 遭检方起诉求行12年 桃园地缘漏夜开家庭 裁定2800万元交保 你觉得最后郑文灿会不会坐牢 一会 二不会 答案很简单 那么请大家投票投起来 而为你介绍今天节目来宾 邀请到是 我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他了 这个是桃园市议员黄近平 先为大家平安刚出国回来 对好欢迎 那还有这个 前立法委员郭张亮哥好 大家平安 以及时评论员伯机黄耀明 大家午安 我们就来看到郑文灿涉贪 被起诉求行12年 那么2800万交保 这不愧是大阿哥 一个小时筹到钱 所以还又创记录了 在今天清晨5点02分的时候 郑文灿呢 在绿色陪同下走出地院 他积压48天 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他穿衬衫戴口罩 身形销售不少 脸颊不再风雨 面无表情的搭车离开 那事实上呢 这个是郑文灿被裁定交保之后 昔日部署 立刻开始筹保费 一个小时凑齐了 2800万元的现金 在律师的协助之下 凌晨3点送交 桃院罚警是清点 直到了凌晨4点45分清点完毕 所以在清晨的5点02分 郑文灿在律师陪同下 快速的上车离开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桃院地院做出最后 没有积压必要的 这样一个裁定呢 里面特别提到了 虽然郑文灿共犯的陈述 有歧义 但圈内有客观的监听一文 市府会议记录等等的证据 都可以左检察官起诉内容 已经清楚的指出 郑文灿设犯罪嫌的范围 且有相当的证据足以佐证 那后续法院审理的时候 共犯或证人证词 若有翻译 属证据证明例的判断问题 同时经过何一庭的评议结果 认为现阶段 郑文灿以2800万元聚保 而且予以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 并禁止对同案 被告证人等接触 因足对被告产生相当的拘束力 可以作为积压替代手段 因此没有积压必要性 看到这边我只觉得 桃圆非常非常想放人 敬平 这个案子从 你看今天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联合报的这个三版的标题 它上面写什么 这边很清楚 郑文灿案七年才引爆 谁在护航 这个案子 桃圆到现在还在护吗 还是后面有人还在护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法院一定是看证据 还有看整个状况 就是说你为什么七年前 这个案子我跟大家讲 有些新闻并没有完整的提到 因为我在桃圆也大概 这几天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也稍微之前就问过了 到现在也大概确认说 这个案子曾经在 先讲在检方的动作 2016年跟2020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 应该说2017年 2016到2017年 2020年 106年到109年 这案子曾经两度 在桃圆地检署的检察官 一个是吴静怡 一个叫做这个陈淑龙 这两位桃圆地检的检察官 这个曾经牵截此案 为什么当时牵截 你说20162017年 七年前开始去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如果说当时 你的证据事实还不明确 还没有看到人家收钱的证据 包括那五百万 这个廖信 他的这个行贿者 他还没藏到这个市长官里的桌下 还没 你说这个20162017年 还抓不到就算了 2020年 他们在2017年2016年行贿了 2020年总抓得到了吧 2020年 而且他们监听不是从2020年才开始 曾文赛不是去怒斥那个白手套说 你爸大嘴巴 在2016年跟2017年就发生了 那你2020年接手了桃圆地检署 第二次牵截的主任检察官 陈淑龙 你为什么还可以牵截 这不就有猫腻吗 对 那我再跟大家讲 有媒体 我今天到昨天晚上到今天 我有看到有媒体写 有一个桃圆地检署 桃圆市调处 调查局桃圆市的这个调查处 现在我们升格6都之后都叫市调处 如果是一般县市 像新竹县苗栗县那个叫调查站 这个调查官已经追了7年 然后有一个媒体 网路媒体写了一个独家说 这个调查官叫做萧哲然 一个男生 他在桃圆 他是47 48起 是他48起的 他在桃圆 桃圆这个之前办过的这个案子是 有一个那个游艇案 然后疑似也是游艇业者 这个为了取得执照 里面有官商勾结去行贿 所以在2010年到2012年 他曾经办过这个大案 声明大照 那在2016年17年 他就开始去接手这个案子 注意哦 听说我自己问到的消息是 这个调查官萧哲然 这个消息调查官 在2016年17年 开始追这个案子的时候 一直弃而不舍地追 但是他压力很大 长官一直给他压力不想办 当时的市调处处长是谁 黄毅春 市调处的副处长是谁 这个是也是后来升到这个桃圆市 他们这个从市调处 升到调查局副局长 还有核稿秘书了 两个市调处 一个处长一个副处长 都给他们这个压力 然后甚至因为 因为2016年17年 郑文燦他当选了桃圆市长 16年蔡英文上台 身世如日中天 大阿哥 太子爷 一个明星的这个市长 一个是处长叫黄毅春 一个副处长叫简东明 然后2019年上任了一个这个处长 叫刘复兴 都是桃圆市调处长 我都是直接点名待信的 你就知道这个内容非常不单纯 而且很细 那这个萧哲兰他办不下去了 他觉得压力很大 长官一直给他压力 而且甚至有长官告诉他 你这样子办我们压力很大 你知道他总统现在是谁 是蔡英文 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你这样蔡英文跟前的红人 郑文燦你们这样办 我们调查局压力很大 所以后来他说长官一直给他压力 他实在办不下去 后来去看新闻没写的是 萧哲兰后来请调 说那我就不要办了 我就请调 暂时这个案子 我在调查局调查的这个部门 我就先动下来 注意喔 当时他配合的一个桃圆地检署 一个检察官 很积极的在办 郑文燦的一个干爹案 郑文燦的干爹 郑毅雄 市政顾问 当时郑毅雄就是打着郑文燦的名号 要开始做这些白手套的工作 后来也被抓了 也被起诉 也被判刑 当时办干爹案的是谁 是现在的国民党不分区立法委员 叫做吴宗献 那时候是桃圆地检署检察官 他的压力也非常大 那时候吴宗献找了两个单位 吴宗献在当检察官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去求证吴宗献 我讲黄敬民有没有这回事 萧哲兰有没有再配合他 就是吴宗献检察官 那时候他是桃圆地检署检察官 他指挥调查处 试调处的那个萧哲兰 以及指挥这个连政署 就这两个单位愿意配合 要不然谁敢配合办啊 压力很大动辄就换人 所以你看到后来 我看到吴宗献委员 他后来他有去回忆 之前他办完这个干爹 郑英雄的案子的时候 压力空前巨大 然后也遭到这个 整个司法单位的整个排山倒海 他那时候在地检署 所以你就知道 地检署有地检署的压力 试调处调查局有调查局的压力 后来这个萧哲兰检察官 请调说我要调去新竹县调查站 因为他是竹北人 我这个资料我都问得很详细 那长官后来 试调处的长官就说 哎呀你要调去 是你自己不办 你要请调离开桃园市 不办这个郑文燦的案子 你要请调到新竹县 是啊我要请调 因为我家住竹北 我老婆小孩都住竹北 我希望回去新竹县这样比较好 结果长官就赶快火速同意 然后他就调到新竹县了 等他调到新竹县之后 黄益春一个是 黄益春当时的台湾市调处长 他升调查局副局长 高升副局长 后来他在2012年2023年 那时候就是112年13年 他就退休了 然后另外一个 我刚刚讲的副处长简东明 跟那个国民党以前的 已故的立委简东明同名同姓 他也升调查局了合稿秘书 也是111年2022年都退休了 我讲的都查得到 这都是你们里面 自己能告诉我 那退休了 两个处长副长也都走了 压力也都不见了 这个时候消信调查关系 消信调查官萧哲兰 他想回这个桃源市调处 我想回来 然后找了2019年 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那个刘复兴 刘处长 然后刘复兴说 调查局是你说来就来 说就走啊 你出去新竹县调查站 当调查官你不满三年 你起码给我带个三年再回来 所以其实2017年 2018年他就想回来 一直等到2019年2020年 等到2020年 就是韩国瑜选总统那一年 他才回来 回来之后 他就从他的一个调查局 桃源市调处里面的一个调查官 是他学妹49期的 叫做王旭之 我连名字有讲出来 这个是可能他们听到微笑 你怎么知道是王旭之案 王旭之接手 但是办的还好啦 进度也没有怎么样 然后他就接手 长官同意他 因为他回来之后 萧哲兰回到桃源市调处了 这个吴宗献还在 可是后来没多久他也离开 他去当那个新北市法 法制局局长 被侯友宜言揽出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他们在调的时候 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遭到多大的压力 一直到萧哲兰从新竹县 再请调回桃源市 他愿意再重新接手去办 一直去追这些案子 才追出来然后才开始 那今天你刚问我说 法院为什么去 会一直希望想放郑文燦 他就要 法院的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你调查局 桃源市调处 为什么你桃源地检署 你当时你这两个单位 在2017年跟 2016跟2017年的时候 以及2020年 你要两度牵截 然后市调处 你再办这个案子 为什么你又不办下去 然后换的人也没有继续办 那等到人又回到 原来办的人身上的时候呢 你又开始就这么积极就这样 他们当然院方法院 讲究的是实证跟凭据和事实 那地方法院 是不是有上面的这个压力 因为他看不到这些东西 再加上地检署 你本身上面有这些 我刚刚跟大家 很快说的这个背景 这个因素 为什么两度牵截 为什么调查官又办不下去 你就知道这政治力 辅巢斑斑斑啊 那一直到赖清德 这个上台之后 先从整数的这个角度 去看我不管 我就是杀红了眼 我这样子做 可是里面呢还是有 姑且不讲里面调查局内部泄密案 跟地检署内部 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这七年 桃园地检署跟桃园市调查处啊 里面都有人内部在泄密 从调查局到桃园市调处 到地检署这三个单位都有泄密 都有郑文燦的人 所以院方要看到时候 检方跟调查局啊 还有市调处 到时候把这个监听艺文啊 拿出来就知道了 刚刚我们在录影前哦 我跟亮哥还有这个杨明在聊 说起诉了11个人里面 有人转做污点证人 不是所有人都起诉 这里面的关系 有人转做污点证人 当然有人会讲说 是不是压人取共 还是说调查局到时候在训问 因为他们在训问证人的时候 或者是在证据的时候 有时候会吓证人 有时候会吓证人 我跟你讲 我们早就知道怎样怎样 就是一个话术啦 征讯的一个手段 那到时候这个征讯的 这个里面的笔录 那个记录啊 全部都会摊开来 让院方检视 检辩双方 包括辩方的律师 还有这个检察官的 这些资料都会摊在法庭上 法官也要检验 还有监听艺文 都要化成文字就看得到 法院就是要看这些东西 那时候里面的这个内容啊 到底是不是压人取共呢 还是有政治压力指使呢 还是怎样啊 在里面都看得出来那个痕迹 所以我才会说 从地方法院的法官 急于放人 那就是因为你检方跟调查 市调处这边还有连政署 你的东西和证据是否齐全 能够说服法官 还有是来自于司法单位 自己内部的压力 除了地方法院 他要面临上面的压力 你要知道哦 为什么大家会说 为什么八月这两天 就赶快急于起诉 我也跟大家讲 里面有一个香月主任检察官 叫做康慧龙 他也在陶瓶地点所 办过很多的这个大案 他八月二十九号就要升为 升任叫做台湾高等检察署 高等检察署的检察官 台湾高检察署 二十九号你们去看那个人令 那康慧龙八二九要升 台高检的检察官 如果不在康慧龙任内 赶快把这个案子起诉 你交给下一任 下一任的检察官接手 他根本搞不清楚 而桃园地方法院 跟桃园地检署 院检在斗法的时候 检方也怕 因为这个案子 刚刚你在问 所有观众朋友说 会判刑还是不会判刑 我自己看五五波 老实说我自己看 我也不敢保证 就是看他们的检察体系 跟调查试调体系 调查局体系 他们的东西证据 是不是真的能够挖得出来 然后能够说服院方 因为法院有法院内部的压力 所以我说太多只手 在帮郑文燦把那个 要塌下的天去扛住 真的太子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身份角色地位 实在让大家看得很瞎吧 如果不是郑文燦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 你如果是一般官员或一般小老百姓 早就死得很难看了 失守益处啊 或者是这个伸手益处之外 可能失衡遍野 但是就是因为郑文燦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和身份 除了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凑齐2800万 虽然身形略形销售出来之外 还可以在这个神通广大的 早就知道那个人家在侦办的状况 还可以去指责白手套说你嘴巴大 然后你被监听了 然后隔天那个他们还立刻 当事人还立刻去换手机 这个就知道说 里面的人就告诉我 地检署有人泄密 试调署有人泄密 调查局有人泄密 当然他们现在在另外一侦办 然后呢院方里面也在看你的 这个检方跟试调署的笑话 然后院方上面也有他的压力 要顶住司法系统 从司法院到最高法院跟高等法院 一直下来这个压力 然后检察官那急于 他也准备要调走了 那上面的检察长说 你调走之前先把这个案子吃下来 起诉完了 后面有新的相悦检察官 或主任检察官上来之后 由他们去接手 他们要到庭去这个辩护 就像现在的侦办此案 主要的负责了 吕向吴跟陈嘉义两位检察官 一个是主任检察官 一个是一般的检察官 他们两个就要到庭去陈述 就要去辩护了 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 我一直强调说 政治痕迹腐杂斑斑之外 调查局体系跟地检署体系 跟院方体系都有上面的压力 希望你办 要办就不要办 办了相关的人都感觉到 如此这个 这个非常的不是定心丸 是打了韩战 是觉得说会很紧张 这中间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就是因为郑文燦跟民进党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变数吗 而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 我是不认为说 这个案子一定会拖上一段时间 但是起码会让郑文燦在政治上 很难在短期内起死回生 甚至可以宣判他的政治死刑 但是呢 你说要把民进党或者是 因为郑文燦已经等于是被这个 赖清德在目前为止 权力核心已经排除出去了嘛 那最后对于郑文燦 个人是不是会负上司法责任 还是要打一个大窩 因为他们只是要把郑文燦的 整个政治的势力跟权力 整个给剿灭 但是并没有杀了郑文燦这个人 或是要让郑文燦这个人在这个实质上 社会上消失并没有 所以而这个部分就是民进党和上面的政治势力 全部给顶住了 所以我才说 这个下面还有很多的猫腻 大家可以值得观察 玩味看下去 的确 因为这个郑文燦被压了48天之后就放了 那可以 所以48天以来第一次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 但是这个 我们也说取决于桃院感觉非常想放人 因为在过去十次这个桃检要搜索都被驳回 所以这一次会收到钱 也就是进行搜索郑文燦就这么一次 就收到了钱的部分 我们等会好好来讲这个部分 但我要先说 为什么这么快就放人 他才被积压48天 这应该也算是神速吧 因为在过去来讲的这些很多 很多人被积压 很少有人像他这个样子 比如说同一天的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号人物也就是 国民党籍的屏东县议长周典论 因为在去年帮郭台铭选总统的时候 出资了500万买联署书 在昨天这个判决也出来 一审判4年 尺夺公权6年 周典论关押了200天 那更别说这位林秉书 他真是史上最重的家暴案的家暴犯 他积压了8个月 可以说是创下了台湾司法最久的记录 那么相较于郑文燦 他48天就放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时候 虽然检方认为说 他没有什么串政之余 但是很多人觉得 中秋节被放出来 在外面啪啪噪 那是不是有可能 不要说串供 那会不会还咬出一些什么重要人物出来 这一个 那第二个 刚刚静平花了很大的篇幅 讲说就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检方院方之间的角力 而且虽然说 赖清德上台之后 在过去压了8年的那只手 移开了 但感觉 那个势力 那个阴影还在 而且这个 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啊 亮哥 就是检调里面确实有反赖系 或是阴系的势力还在里头 但是赖清德此时此刻 他并没有完全摸透 他不能完全掌握 不是 让检方有提出抗告 所以还不知道 那个会不会再度积压 那这个案子 7月11号积压 8月27号就起诉 对 这个大概只有两种解释了 第一个就是 这个市长已经办很久了 很多稿子都写好了 所以一下子那个起诉书 10万字就 剪贴一下就成了 那第二个就是 相关人都已经认了 所以并没有额外的 需要去查明的事实了 那为什么检方会在意 郑文财人在外面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 因为陶检当然知道 郑文财在桃园地方法院 是有力量的 那到时候你那个一审 还要经过地方法院去判刑 那他们当然会去想 会不会你出去之后 有能力去运作法院的人选 因为那个承办法官 理论上是抽签的 可是你也不要认为完全都不能运作 我认为现在还担心创贡或逃亡 这个不可思议 郑文财谁都认识 你怎么逃亡 难道你要做贪口出去吗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原因 那这样会不会成立 所以一般认为这次交保应该是成功了 那接下来他会不会再运作一些 有的没的 事实上你要知道 检方起诉12年不是只有贪污之罪条例 他还有其他憨不郎当的 比如说他在那个政治现金账户 申请日之前就募款了 入了600万对不对 那这也有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是零零种种家 所以贪污之罪那个部分 搞不好只判7年 因为他是未税案 未税本来就可以减刑 所以大家也不要高估 他真的到最后的刑度 因为检方起诉12 到真正地院一审判出来 到高等法院 搞不好就已经降到 要不要7左右了 7年或8年了 然后可能关一半就假释了 可能是这样 所以亮哥觉得他被关 抓去坐牢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我认为一定会判刑 一定会 一定会 因为他收钱属实 而且人证跟物证都已经对上 所以这个跑不掉了 然后那个政治献金 那个部分也属实 而且就在你家里找到 所以我认为不可能没事了 那当然就是 到那个时候年纪 所以基本上政治是结束了 政治生命没了 对了 那大概就是 这个看最短多久可以出来 那我认为这种案子会速审速决 所以我认为三审会走得蛮快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检方的想法一定是这样 不然你怎么可能45天就起诉了 这个难以想象 你刚刚讲周典论的案子 对不对 周典论那个案子 坦白讲办那么复杂 实在是难以想象 四个多月还搞不出来 那郑文燦这个事实上 我认为相关的数据都差不多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用未遂的案子来 结束郑文燦的政治生命 然后因为他未遂 所以也不会波及其他政坛的人 所以是一个精准的 精准的打击了 那至于其他已遂的案子 我看起来检调没有什么兴趣 我看不出来有这个兴趣 因为如果有这个时候 应该都发作了 可是这样很可能就会办很久 所以我觉得就是 单点把这个人干掉这样 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所以应该很快的 一审的结果就会出来 应该是这样 所以周允燦也算是很快就被干掉了 没有悬念 你收了500万 然后廖家父子转为污点证人 你大概就知道没了 因为你那种说法太不合理了 你看检方做到什么程度 你说500万他是丢包 人家都还秤重 秤出500万是5.32公斤 5.53 5.53 那这么一大包东西在你家里 你脚都不会踢到 几个月都没发现 这个坦白讲就是你要解释 要合乎长情 我觉得检方办案也是 就大家根据常识来推 你不要讲那种不太可能的事情 这样就是硬拗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500万 他是没有办法解释 那他家里那个678万 人家就发现你有600万的政治现金 那个也是也是有人证的 那你这个怎么说推翻 所以我是觉得难逃了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就是检调的进行搜索 搜了这么一次 就是搜出来了 挣百亿的钱是这样长的 保冷袋箱子还有木盒 检方发现郑文灿装钱的容器 是五花八门 主要是这个廖俊宗父子 白手套将500万元现金 以牛皮纸袋包装之后 放进黑色手提袋 丢在棺底的会客室的桌子下 而且以口数口口型口型 陈述和匕首式五的方式 向郑文灿示意 那郑文灿一年之后 把这笔钱返还了 可是以木盒包装 而且从原本的银行的九分纸 九分纸钞带捆绑改文 用橡皮筋 这个昨天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播经在节目上呢 都讲得很详细 好 证明早已经是现金 而且还拿来花光待尽 在住处收得的现金 是以保冷袋上锁 保冷袋上锁这个东西呢 像我相信昨天很多人都去查了 都去看了 真的有这种东西 好 再放到床头柜 好 藏钱技巧高超 那关键就是策返廖廖廷 就是这个送钱的廖俊松父子 这个儿子廖立廷 他转了污点证人 好 所以呢 出示这个铁证 就是500万元的汇款 关键就在这个捆带不一样 廖俊松将500万的现金手提带 放在汇客室的茶桌下 郑文燦见状回应 灾打灾啊 灾灾灾 那郑文燦呢 看到监听一文 急着把这笔款项汇款呢 退回 好 检办分案追查 泄密嘴不排除呢 是办案人员 同时呢 因为郑文燦当时就知道 已经被监听了嘛 所以他有抱怨这个廖俊松 好 大嘴巴 好 所以就是在2018年 5月11号下午 郑文燦呢 向他的儿子就是 廖立婷说你父亲大嘴巴 已经被监听了 廖俊松得知隔天 赶快换了电话门号 同月21号的深夜 郑文燦再一次强调 廖俊松大嘴巴被监听 最后呢 郑文燦担心自己会受到波及 好 决定收下了500万汇款 将近一年之后 全数退回 当然这个案子呢 也就破局了 好 看到这边呢 我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线上投票的 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观众朋友觉得 郑文燦呢 这一次被检方求刑12年 而且虽然是以2800万元交保 最后的郑文燦会不会坐牢呢 其实将差不多一半一半 但是还是比较高 认为会坐牢的有57% 将近六成人认为他会坐牢 43%的不会 那这一题这题投票 我也请教波及 会觉得他会的原因是因为 感觉案情很明确了 可是呢 都不要忘记了 当初台南这个政府议长 我们也觉得很明确 对 邱莉莉案在先 对不对 最后一审还是无罪 那首先第一个 因为他这个牵扯到叫做贪污 然后他具体求情 光检方的具体求情就12年 那这代表什么 这个案子都打完 恐怕赖清德已经卸任了 而且可能是连任完之后卸任 不是说什么2028 一个这种10年以上的贪污官司 打个8年以上是很正常的 这个问亮哥绝对很清楚 尤其是政治人物的 你要知道像那个 前阵子不是才讲 桃园一个那个 履林小凤的婆婆 那个官司打了28年 对对对 对 履秋叶啊 28年啊 一样是贪污啊 对啊 所以我说像这种案子 那个收口立委到现在还没有判 对 对啊 没错 你看那个2020年现在是 我们才会说 他把他政治的权利给拿掉 就那几年让你没办法在政坛 没办法动 这个叫做 政治上死亡 但是呢 司法上 他也许有活路 但是就算你一审无罪 你还会有二审啊 对 你二审有罪 你还可以上诉啊 跟一审跟二审跟三审 对 这个还可以一直跟 因为他是最重的罪 因为他是重罪 所以他可以不断的上诉 除非打到最高 最后打到全部定验为止 所以我说像 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 答案很 大家要有一点耐心 第一个 要有耐心 那第二个就是说郑文燦在这个事件里面 从检方的这个起诉的这个内容看起来 第一个检方就是很细心的找到了污点证人嘛 就是说他让这个白手套愿意反咬郑文燦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同样的 一审 会不会到时候会不会这个法官 在这个开庭的时候 那个污点证人会不会他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当初是因为检方逼我的 到时候翻供 都翻供啊 或是说 那个到底有没有用银行的紫钞那个单 我忘记了 那么久了我都忘了啦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事情都麻烦了嘛 对 所以有很多现在看起来检方巩固的证据 到时候会不会变成成长政共都还很难说 尤其是这种所谓的用人来指证的部分 所以这一块我必须讲 这个台南议会会选就整个翻供 对他是全翻 那不要忘记了 郑文燦今天展示的是 2800万在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筹满筹好 这种能量 我们大概知道会 他是向哪一股势力的朋友去借啦 通常不会是正当行业 通常是一些这种所谓的可能是 比较特别的经营者啦 不然你身上拿那么多现金干嘛 因为过去其实有一些富商 那个陷入这种所谓的 不管是什么掏空背信啊等等案件 那个交保金额非常大的时候 都是透过这一种类型的人物 去支借现金 这种地下行业也蛮多 对对对 蛮多种 所以可是呢 郑文燦要斩用到这一套人脉 通常你就要欠人家一个人情 对 那这个人情你要什么时候还 你有办法还吗 这都是未来郑文燦要面临挑战 可是关键来了 郑文燦走出来了 他走出来 你要知道 君子若回头 不是报恩就是报酬 他走出来了 他从看守所走出来了 所以现在他手上有没有 我认为每一个政治人物从政 都会有很多人的把柄 只是我要把它怎么运用而已 那这个时候的郑文燦 是选择跟赖清德用和解的方式 还是我开始到处放火 反正我接下来可能有十年的时间要打官司 那我就开始到处放火 所以这个都是后续有可能影响政坛的一些因素 不过刚刚亮哥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我们都觉得他交保基本上就算抗高应该也不容易再翻案了 那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法院的这个法官 他就说应该说郑文燦他核定限制住居的住所 是台北市中正区徐州路的住所 郑文燦曾经在去年他申报的财产的资料里面说 他有两个房子 两栋这个房子 一栋在桃园卢族区 一栋在台北中正区 台北中正区最终是他用他老婆的名义 挂在他老婆名下 那之前因为他当官员 他不是他 非自住 那时候是非自住 所以他是放在信托的 这一户当初是放在信托的 好 那为什么选择这一户 为什么 他明明是在桃园地医院交保 为什么郑文燦要选择我要到台北 台北他会不会考量 你要知道今天这种限制住居 每天可能是晚上八点或是几点 要去派出所报到 要去辖区派出所要去登记的 他这个没有电子缴料了 没有不用电子缴料 电子缴料是侦查作为 所以像这个 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要去辖区派出所要去做 这个限制住居就要你要报到 你要去签名签到 到时候会不会有郑文燦休息在 他会选择台北 是不是他想要让更多媒体 每天来看他 这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明明你在桃园的案子 你要选择你要到台北来限制住居 对我今天看到他限制住居的地方 我也多看了几眼 难道是因为那边叫外送比较好叫吗 对 你不要讲桃园讲的乡下地方 附近有人在双院 因为他另外一个是在 是在这个芦竹嘛 他不是在桃园区 他的另外一个名下的房子 是在芦竹区 他不是在桃园区 这个时候也没有人敢去他家啦 对当然啦 可是比较 我说比较有趣的就在这边嘛 为什么他选择台北 好这是一个疑点 另外还有一个疑点 他昨天新闻稿里面有提到就是他的律师被起诉那个泄密的部分 他里面讲到今年7月6号 在被告郑文燦位于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隔离法社区的居所 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因为那天交保了 交保之后他的律师跟他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社区 然后去把 所以他把相关的一些这个卷证 就copy给郑文燦的助理 就拿给郑文燦的助理 郑文燦还有一个住所 他财产申报是桃园市炉竹区 台北市中正区 他还有一个中正 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隔离法社区的居所 这到底是他买的还是租的 不知道 因为之前的财产申报没有这一笔 那为什么他不申请在这个地方 对 对不对 那感觉起来 是不是有一些蛮特别的地方 昨天他 他今天交保之后 他是不是回到这里啊 我是记得我看到这个 他是不是回到这边啊 然后什么吃猪脚面线过火炉 是不是在这里啊 如果是在桃园 就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就这里啊 可是呢 看到这个社区 可是他如果限制住居是要在 徐州路的话 他到时候报到就要到徐州路的派出所 所以我就搞不懂说 你到底是要在桃园还是在海北 就是这几个点 那人家角兔有三窟 还是说 有一些东西 你藏在哪个地方 你要去巩固 因为检察官的搜索 可能不急于某些地方 那时候的进行搜索 可能是针对桃园的住所也不一定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 郑文燦这一次他的这个交保 后续还有很多可以观察的地方 那他怎么样去选择 甚至像你知道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传来一个 就他的律师 手上拿的那个手提袋 还有新竹市政府的字样 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许就是刚好拿到一个 刚好拿到一个纸带 刚好是新竹市政府 就是很巧嘛 因为过去郑文燦曾经为了带林志坚 去到桃园 所以有跟新竹市政府该有了连结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只是说 很多人会从里面找一些蛛丝马迹 就好比说那个收出六百多万的 六百七八万那个 对 那个现金 因为 昨天我们就讲那个 每个银行 你从银行里领出来 都会有那个银行的印记 戳记 或是他的包装 所以 这个东西就是检方去强调 因为检方还连前面 他们怎么从银行领出来 都有去铺陈 他就是要强调 这些都是银行原封部都拿出来的 那最后郑文燦 把它换成橡皮筋绑的 所以呢 表示郑文燦看过这些钱了 那 昨天超出来的这些钱里面 有三家银行的标记 就是这个是检方提供的照片 我认真放大 用电脑放大 有台湾银行 有星光银行 有永丰银行 有这三家 那我再去对 郑文燦跟他老婆 那个至少最近一次申报财产 他们存款的户头 没有 永丰跟星光是没有 他们没有开户的 那你没有开户 你怎么会有这个银行的钱 谁给的 怎么来的 比如说你也可以解释 因为那是7月29号去收的 那你当然也可以解释说 就当时那个交保金啊 那时候本来要交保嘛 后来没有交保成功嘛 所以后来钱就 我们到处去借啊 只要你能够讲出来源 这个案子 这些钱不会有事 但是麻烦就是说如果 他不在你能够提领的银行的范围 你又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钱从哪里来的 所以才会有检察官讲那个 还有一笔财产来源不明罪 另案争办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到时候 你可能还要动不动掉去出庭 都说还会再传郑文燦去说明 那郑文燦现在就好好去想一想 要怎么去解释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是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